父皇 你曾经说过 只有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才能制定世间万物的规则 二哥曾经也说过 若不能成为主宰 只能任人宰割 既然我没有办法看着 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置于案板 任人于肉 那么 就让儿臣 努力去成为那个主宰吧 说了这么多 你终究还是想明白了 那儿臣今日想向父皇讨一回公道 说 不知父皇可否答应儿臣 这积卓阳卿 针边石壁的大殿 不该沦为一个行程 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 在未经定罪的情况下 死在这大殿之上 好 朕 答应你 呈上来吧 是吗 宣 黄九子牧川 品行端方 表德悠闲 原公贸得 慎德镇心 资 特授尔为怀华将军 领京机驻军三万 钦此 儿臣 领旨 是 试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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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儿臣没办法看着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置于暗门 任人鱼肉 就让儿臣 努力去成为那个主宰吧 试试 试试 试试